又到了晚上的5時20分 現在天氣已經黑了 你看看月亮 月亮在哪裡 這個月亮 今晚的日子越來越圓 我看著這幾天 原先是不太圓的 每天的日子越來越圓 嘩 心有體俗對月亮 好像蓮刀那樣 慢慢漲漲漲漲漲 現在就有少少 就好像中秋那樣遠 再一個機能花好月圓 人生就是 向往那種 美好事物 幫上花好的月圓 還有 大雪底下 很乘涼 想起以前那些古人 什麼幽言 建南山 在那些 田野之中的那種 幽幽行行 幽行建南山 我忘記了 以前我背了很多故事 現在漸漸忘記了 其實那些詩意 非常之好 現在呢 現在呢 同樣呢 不是涼 還是 有點嫩嫩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衝大隻 不知道是不是衝大隻 我又不用穿這麼多衣服 只是穿短袖衣服 我看到別人 穿外套的 但我自感覺良好 我其實就是 怕冷的 但我不怕冷 今天不怕冷的原因 肯定是天氣 沒什麼風 在樹葉上 沒什麼風 如果有風 才會 覺得涼 所以 大陸那邊 南方天氣 為何這麼滿熱 就是由於沒有風 沒有風 所以他覺得很滿熱 雖然這裏現在進入了冬季 但由於是沒有什麼風 同樣呢 他都不會覺得很冷 就是這樣 5點20分 其實真的是 就好像 8點多鐘 8點多鐘 就是這樣 始終就是 夏天的時間 更容易 晚上 8點多鐘的時候 還是很光亮的 現在這個天氣 如果出去旅遊的話 因為很快進入 晚上 所以說 以前去歐洲旅遊 就是夏天的價錢 就貴少少的 如果是你進入了 即是說 那個 春天 那段時間 3月份 因為他很早 他由那個 夜幕降臨的時候 你很多景點去不了 你只能夠 看夜色 所以 團費方面 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 通常是熱天 就是那個 日間的時間 比較長 所以旅遊 比較相對 比平時貴一點 但是夜景有時候 都很迷人的 特別這個時間 如果是 打邊爐 幾個聊得來的朋友 就這樣 在露天上 做個羊肉煲 這樣做回 蔥 那些東西 炒 先把羊肉 先在鑊上 起油鑊 起油鑊 爆到香了 再加點水 哎呀 真是 神仙聞到 都是頂不住 都是 吵水的 所以這個打邊爐 是非常之 即是說好的 羊肉呢 雖然是有點腥味 但是如果你能夠將它 去掉了那些腥味 其實是因為很滋補的 很滋補的 暖胃 暖身體 對身體是非常有益的 羊肉 不溫不火 在美國來說 羊肉也有賣 如果按照我的習慣來說 我很少賣 因為羊肉是需要 一定的技巧才可以將腥味 脫離 首先要去水 再用八角 用藥材 才做到好味道 單逢是煮熟來說 那股味 不是很好吃的 特別我那些 對於吃的來說 沒什麼講究的人來說 不想花很多時間 在烹飪上 雖然 早期我在廣州 曾經學過 除訪 遮初級除訪班 當時的老師說過 如果你是喜歡吃的話 你才會成為一流的 攀飲私 我自己知道自己 對美食來說 不是十分講究 所以我不會成為那種 攀飲私 那件事與我無緣 因為你自己 你不會 你不肚餓 所以肯定你對煮東西方面 就肯定是欠缺了耐性的 所以這件事 絕對我是不可能 成為合格的 雖然說有個初級症 放在袋子裡 防壓身 但是 真是 如果你露出兩下手勢 給別人的老師看 就知道這是半斤百兩 所以我知道 酒店的做法 那些菜 我是用 水滾過之後 再起油鑊 怎樣擺設 怎樣做 那些東西 我都大概那個流程 我都還記得 但是那些味道 味精 下很多的 味精鹽 那些都下很多的 有些配料不需要自己配的 已經是現成的 那些是師傅味 所以 這件事 但是 我最怕入廚房 是因為 我不想在 在食物方面 下很多心思 所以一個人如果是愛好一件事 他就會 對這方面是很尊重的 對於現在我對攝像機 攝影 影相方面 非常感興趣 一直都以來的 所以我對這件事 就算不懂 我都會研究到 透徹 比較喜歡 也很喜歡 一看就明白 因為本身首先 你會喜歡一件事 你會很用心去做 就等於學英文 當你真正 把ABC當成自己 越看越順眼的時候 ABC當成是自己的寶貝 你在做夢的時候 你都會夢見那種 那種英文字幕 在腦幕中出現 這就是興趣事 大家老師 所以說很多時候 你說英文好不好學呢 難不難學呢 不是說很主要的 也不是年紀問題 也不是記性問題 關鍵你是不是喜歡 那種ABC 那種字母是否越看越順眼 如果你把那些 字母看得不順眼的話 那你就 就用學 都是 浪費時間 所以這樣 所以興趣 所以每一個人 他又有 有缺點 最重要是 看看自己 有什麼 長處 不不短處 就是你自己的天賦 其實每個人 有些人 你看很多業餘的唱歌 甚至以前我在大陸的時候 那些 經常都會去卡拉OK 那我看到很多 那些 那些 朋友 去唱歌 其實都是 非常之 好聽的 銳耳的 都不啞於那些明星 只要那些音響效果 就是那個 那個麥克風的部分 可能不是靚都會影響到 那把聲音的 發揮 所以 很多人 地球五十億人 其實講明星 即是講到唱歌 其實應該是 百分之七十都是YES的 但是 明星之所以還是 什麼之可數的原因 就是 只不過 運氣 加努力 有個運氣問題 有些人很努力地唱歌 但是 出人不到頭地的原因 就是沒有伯樂去上色他 寫的東西就說 就是 世間上很多東西都是很遺憾的 寫的有些東西 每樣東西都是 叫做 知足者常樂 有些東西不是說 你上就上 等於是馬雲 馬雲這個外星人 當然他 他 做阿里巴巴的時候 剛剛 早的時候 他 都不知道 今天會成為一個 這麼成功的 一個商人 他是想不到的 所以有很多東西 運氣 不就是堅持 堅持 他對那個 互聯網非常感興趣 以當年的網上購物 不是中國的專利 其實是很多發達國家 已經是 在網上購物 很多人懷疑在中國 網上購買 中國人是不信 那些網上的東西 中國人的消費觀念是眼見未實 看對了才買的 所以當年來講他提出這個網上購買 是叫做 不受人看好的 其實那個年頭 就算我都認為都是這樣 我去商店買東西 我就是 要 看到的商品是漂亮不漂亮的才能付錢 如果那些 又見不到的 只是一幅 圖畫的 你說叫我甘心情願去 買什麼 都會有些手片上當的感覺 所以這件事就是 就是有些運氣 不可預料的事發生 那些事 一就是好一就是不好 所以是這樣的 昨天是 正確的事情 今天可能是錯誤 往往是有時會逆轉的 逆轉的 所以每件事 都是沒有絕對的 正確與錯誤 所以 就是看你 要 運氣的成份是多了 有自己的成份多了 好了 又站一下 我才有談那麼多 我先看看月亮 那時候我慢慢上班的時候 我總是看月亮 月亮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是一種 令人 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種象徵 上俄賓語 七夕節 都是一種情人節 所以這件事都是 歷久常生的一種 美麗的故事 所以月亮是很多人 去讚賞 很多那些詩人 特別是李伯 當年喝酒 他都是 明月底下喝酒 他都師兄大發 所以月亮 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傳說 就是這裏 現在他變成飛碟一樣 這個就是月亮 下面這個就是 下面這個就是宇宙 這個宇宙 我拿著宇宙 哈哈哈哈 但人生總是要向往一種美好的東西 而且要全程投入這個美好的東西 是一種想像 你想像到你將來的一種美好 想像不一定是變成現實的 因為現實很殘酷 但你沒有理想 沒有一種美好的想像力 那你的人生就沒有什麼動力 你也沒有想去做這件事情 雖然很多人不得成功 他知道他立下了很多的志向 我將來要成為一種 很多人小時候 特別我也是 以前我很想成為一種飛行員 畫家 但是沒有實踐 沒有成功 但是這件事就是因為 當時你想像自己做飛行員 你想像在空中擾牆的時候 那種心境 那種兒童的幻想 那種想像是一種很愉快的 那種愉快就是一種自己 非常之一種真實同真 那種沒有沙子的 純粹的美好想像 所以就算現在人生在每一個階段來說 都要想開心的話 都要學習小朋友那種純真的想像力 永遠是想著 總是麵包也會有 牛奶也會有 這樣你才會感覺到現在你活著的意義 是非常之好的 前途如果你看得很渺茫很淡淡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也是變得很灰塑 心情非常沉重 也不得開心 沒什麼朝氣 所以人生是需要一種想像力 哪怕很多東西 你不一定百分百要實現 但你有這個想法就足夠了 哪怕你做一百日夢的想像 你都會覺得開心 正如所說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或者夢中 夜晚夢中 你看到你自己實現了自己想像的東西 一覺醒來你都會開心笑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就是好 有時夢想也會成真 雖然說殘酷的現實可以上上 使人特別在生活上很多柴微炎燥 工作的沽燥無味 往往會打擊你向上的絕進心 每天你賺的錢不多 但你付出的辛苦很大 有時很多人覺得不平衡 你覺得這樣會很快很容易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你沒有動力 你只是行屍走手 行屍走手的人 每天就像機械人一樣做重複動作 很多人就是這樣生活下去 五十歲 六十歲 七十歲 八十歲 一直到蓋公定論的時候 都是機械這樣過 所以是這樣 所以人生要想像自己將來會做什麼 哪怕它不實現 但你起碼有這個想像中 你就會排除了那種無聊的機械式的運作 而尋找機會突破自己 超越自己 有一句話 明星曾經有一句話 不知道誰明星說 不在乎什麼 只在乎自己超越自己 自己戰勝自己 戰勝自己就是超越自己 這就是一種比較好的一種向上的力量 當人有向上的力量的時候 人的身體就併發出一種無比的力量 無窮的力量 就是這樣 所以人生一定要保持這種心態 結果不重要 結果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今天你怎樣想 今天先聊到這裡 拜拜